手機地震警報響起 提醒民眾快逃保密 有時候能夠提前幾秒鐘示警 但有時候想起時地震已經來到 到底關鍵原因是什麼 教授實際講解 原來這跟正央遠近 有關係 如果服務員遼闊鎮央遠 就能多搶幾秒 尤其臺灣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後 激緊研發出地震預警系統 後來被全世界採用 尤其是日本更是全國不點 警報響起一道地震來到 中間有關鍵九秒 這位小姐已經起身 關了瓦斯切掉水電 打開大門頂著躲到桌子底下 面對天災把傷害降到最低 為何可以收到地震警報 是因為地震發生時同時發出 S波和P波 P波傳速快 可以在S波影響來臨前提醒民眾 P波也被視為是地震時的救命前導波 但還要納入簡訊電子推波時間 所以有時無法提前 不過其實臺灣這項技術算是走得很前面 地質系教授強調這項系統能有效爭取逃商時間 不過因為臺灣地很小 P波跟S波傳遞時間不夠 比較沒辦法發揮作用 不過當地震發生在外海時 就有足夠時間反應 證明臺灣地震預警有進步 畢竟逃命時刻 每一秒鐘都很寶貴 三立學五層兵術軍 臺北報導